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聚言堂 今天我又回來了,但又忘記了小公子 無所謂,我今天也有個帥哥 我經常說創業創業,對於創業的朋友來說 找一個地方都是挺頭痛的 因為香港實在太貴了 今天很開心找到Bobby 他在一個很流行的工作室 當中他是operator 有什麼東西可以關於這方面? 我當然要問專家 麻煩你跟我們介紹 好,Bobby,你好 其實六年前 香港工作室只有兩三間 六年後的今天 大概有六十個operators 其實看到都慢慢有一個趨勢 而這個 trend 我們也預期會是會堅持的 不可能是一個bubble 人們覺得過了幾年後就沒有了 其實說一下有差別 跟工作室和行業中心 其實行業中心 香港有幾間都比較做得 規模比較大的 二十零三十間 香港島、九龍全部都有 其實有差別是 工作室會加價給客人 例如有些客人跟我們說 貿易需要幫忙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 製作團隊幫忙拍片 放上眾投網址 幫他們發展的產品 以及籌資金 其實很多不同的方面 不同的工作室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貿易 但其實最主要 我自己覺得 也被人問得多 就是如何幫助他們增加到的行業 還沒有了生意 而且我覺得很開心 從Bobby上來 我不用說話 一說話就可以說很多 真的 因為你當作一個開始 很多時候他們一個人 或者很少資源 大家想到 工作室 可能當中 一定有很多 差不多的人 在同一個地方 剛才你說過 可能有很多的支持 剛才你說過 拍片都幫忙 解答了不少的事情 其實會不會就是 那個變化 從最初 可能只有一些地方 給他們 而現在開始 例如你們再搞的時間 例如一間公司 來到香港 其實會不會是 越來越多新的價錢 給他們 幫助他們 專心做你的專業 其他東西都可以幫助 絕對 我們的宗旨 就是 我們希望進來的客人 我們全部都是 加到價錢 有時候我們見到一些客人 可能他們的行業 可能是做貿易 或者貿易 那方面 或者一些很專業的 可能是 medical device 的 trading 這一方面 我們自己沒有什麼 value 加到 就是 in terms of marketing sales 這種東西 是難一點去幫他們 折合到 或者 bridge 到 到一些 sales 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跟他們說 畢竟我們有個場地 給到他們 但是 我們最終都想 令到他的 business 增加大一點 亦都令到鄰居附近 看看有什麼 可以跟他們 cross over 因為在這個概念當中 旁邊有不同的人 就是想到 我這公司需要會計 剛好隔壁開了一個新的會計 或者他們做 即是 digital marketing 等等的事情 又容易一些 但是那裡是一些 用戶上面的朋友 而幫到手 剛才你說過 希望可以幫他們 生意的提升 有什麼真的會做 或者是得到你們才會做 例如我們一個月前 我們開始跟一個 APP developer 去開設一個 in-house app 就是讓我們 建立一個 community 其實他自己也是 在推銷 一個自己的 一個 business 就是APP developer 這樣的角色 去寫一些APP program 其實他將會 在七月的時候 會加入我們 其實我們就跟他合作 就會建立一個 community app 那APP裡面 就可以見到 我們全部的 start up founder 在我們做事的人 有個director 可以直接讓他們聊天 這件事 可以 因為有很多 start up的人 可能比較害羞 很多都是 就算不在我們那裏做事 可能在家裏 可能有一點 自己自閉 很勤力地做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這些新的東西 穿出來 所以我們就想做這些APP 就connect 一些人 與此同事 就 告訴他們 我們未來會有什麼 活動 旁邊的房間 製造什麼 有什麼服務 可以提供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 在APP那裏 看到 這件事 其實就是我們 跟那個人去partner 這件事 其實 老實說 我們可能是她 第一個client 真的 很新的公司 這就是 好是一個start up 但這件事 我們都覺得 大家都會在 win-win situation 我們 先把自己的 communication 距離 同時 同時 幫助到她 有一個好的 適合 對她未來 去銷售其他人 當然我隱身 就有其他問題 或者可能對一些 剛剛想做新生意的朋友 也有些疑問 其實一般來說 除了你說自閉 那些之外 其實自己都可以 找人幫忙 其實一般 以前 一般做生意做開的模式 跟現在我來到你的co-working space 那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co-working space 主要的客戶 跟平時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資金是比較缺乏 一些的 他們很需要 不同的resources 而這件事 我們會盡量去offer給他們 例如剛才說到marketing 其實 因為我們有跟不同的service provider 合作的 例如accounting 我們有一間firm 是專門 幫我們的startup 去bookkeep 也好 做tax 甚至乎是申請公司 那這些 對於一些 初創企業來說 他們會覺得有value add 因為他們給的租金 其實已經全部包含了 我們沒有什麼hidden cost 他們也可以租到 有限制室 都是基於credits 製作的 所以 減少了他們很多的煩惱 專注到他們自己的business 那裏 我覺得他們 都感覺到 這個得益 是在co-working space 他們給到他們的 因為我真的想 簡單一點 再簡化 給下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 以前的virtual office 是一個地方 亦都有人幫人收訊 聽電話 但是沒有其他東西 但你們就會多一點點 甚至乎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就像一個前輩 或者家長 那樣 我有其他東西享受 不如給你一些意見 或者我有這樣的service 可以告訴你 甚至乎 不如搞一些聚會 找適當的人 說一些talk 可以幫到你們 是否都算是可以 輔助到他們 慢慢想做到一個 真真正正 平時人家應該做生意的人 應該要懂事 只不過因為他們初創 或者年輕人 或者沒什麼錢 前期的部分 太多疑問了 你們是有少許 始終的角色 我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我絕對同意 我們就是做一個家長的學生 去栽培小朋友 是 但是這樣可能 你的內容要好好之外 也有很多心血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心血 其實會令到他們覺得我們是一個朋友 會創造到一種 loyalty 其實我們co-working space 另外一個最主要的difference between其他traditional office 就是我們的計劃是比較 flexible 不需要好像簽一年一加一這樣 其實他們是monthly based 因為是錯床 我看到你的計劃都很 flexible 這個也是始終錢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壞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他們維持了多久 但是因為這個relationship 所以導致流失率其實偏低 就是他們可能是一個月一個月這樣租 但是他們其實都可能租過超過一年 甚至會是兩年 是 這一個是 未開始你的行業之前 未感受到 就是都擔心 可能租一個月就離開 也會煩的 如果不關閉的話 反而 就是through這些value added service 導致有個trust建立了 而trust在business上 這件事都很重要 而且我想這樣說 你們都會用回自己的用戶 等等他們的service 剛才你說 你做apps的那間公司 應該可能你們是第一個client 你都夠膽用 因為一般的公司說真的 他們都會好看背景 好看你過往的經驗去哪裡 其實真的有機會要試 其實有點難 但反而就是 可能你們有夠膽試他 他有一個比較好的client 最初他才可以去其他地方 我想這個也挺不錯的關係 還有有這樣的家長幫忙 也是挺好的 而且始終這間 年輕人不太喜歡打工 希望自己的生意 以及政府也很大力 可能有很多的創創基金 幫助大家start up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當然 大約知道那個形式 會怎樣幫到他們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現在其實你有很多租客 普遍的情況是怎樣 租客類型是怎樣 還有那個情況 始終也有幾年時間 在香港 看到的變化會是怎樣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一開始 第一個地方是葵涌 葵涌的客人 可能是本土的start up 其實有些甚至是做餅 其實是直接賣給酒店 只不過是 你那裏可以做餅 對 在葵涌附近 他的廠就是在那裏 所以就找了我們 那些類型的start up 可能大家想像中 可能是Fintech 很多VC給錢 這些是比較 可能是踏實一點 就是貼地一點 我們最近開了 在港島區開了多些 其實我們都開始見到一些 比較有finding的公司 開始找我們 例如有一間公司 是做insurance app 它是一個all-in-one app 很多自便間 經常報道 很多很出色的公司 那他就 拿了一些finding 那這些 他們經常都會出去開會 用到meeting room 就是見一些VC firm 那這些可能是 就是more than 就是都是start up 但是有規模的start up 那他們已經開始 可能在台灣開公司 那很多不同種類都會有 那甚至乎有些是 就是freelance做marketing 就是one man band 都可以 是 我想給一些年輕人 很大的希望 那也可以 在英國之前 也有些嘉賓 例如整餅 有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整餅不是餅房的嗎 餅房得來 都還需要找一個office 我想會不會是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公司 你還要跟其他人 要溝通 兼施開始做marketing 甚至乎 剛才你說的一些 apps的公司 我印象當中 很多時候 他們要interview 拍照 也要找個漂亮點的地方 所以有一個 比較像樣的office 對一些startup的朋友 都很重要 因為他們都不容易 有一個比較好樣的地方 以前virtual office 那些是可以很 沒什麼所謂的 但這間不行 大家都覺得很漂亮 因為如果有機會 你看到link 上他公司 好像有一個外國公司 真的挺漂亮的 我看到都挺不錯的 好像外國 google 或者facebook 那類的外國公司 那些office 那種感覺 這個真的挺不錯 我想問 雖然說startup初創 雖然剛才你也說 有些的 雖然規模不一定很小 但會不會在順數上 都有些偏向呢 看到你笑 其實也會 我想 暫時香港大部分 startup的人 都可能屬於 generation y 他們可能是偏向小 那些 但是 其實我們也有些 大的client 可能是 有時候有些人 做完事 終於可以 可能上了岸 他們也想 現在多一點時間 搞一些自己 一向自己有興趣做的事 second business 所以 大部分 可能八成 就是比較年輕 但是我們也有 一些 有豐富經驗的人 在我們那裡做 因為剛才你提到 你有葵涌的部分 但另外幾間 都在港島比較多 我也知道 有些部分的地方 是有些主題的 會不會都有特別原因 因為外國有些地方 是真的分得很仔細的 他們可能有些是 有些可能是設計師 香港你們有這樣的做法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說到 我們在金鐘有個地方 其實名字叫 The Golden Boy 就是由金色為主 接下來灣仔會有 灣仔的主題 比較特別 是一個沙灘的感覺 沙灘 甚至乎有一點點珍沙 我們想帶給別人 上班未必是一定 可能是Cubicle 可能有不同的感覺 年輕人經常覺得不想上班 我們天后 天后就是一個黑白色 有些時裝的概念 然後我們在中環 也有一個 我們想做的感覺 例如在法國的街上 有一個cafe 所以每一間都是 有點不一樣的 但這個概念 是裝修的感覺 但會不會裡面的 初創企業有偏向呢 好像我們天后的black and white 我們會嘗試去融入多些 甚至乎有些位置可以給你 可能車衣 想有些位置 是符合這個working space的主題 因為說真的 即使你的車衣也好 其實很多designer都叫 夠了命 他們可以發揮空間有限 我想知道 你覺得是不是全部租出去 給這些人 還是其實也不是 也有其他的行業 也有其他行業 也有其他行業 天后那個 其實我們 phase 1 開了 其實 phase 1 那裡 我們是100% occupancy 現在正在開 phase 2 現在正在裝修 裝完修之後 就更加有一個fashion的感覺 但暫時未知 我們都希望是很多人來做 這段時間 公司也有幾段時間 你見到香港 香港不同的start up的朋友 他們有沒有轉變 可能是越來越年輕 還是在事業上 或者更加多人去租你這方面 有什麼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有 我自己工作 做了大概七年 其實一開始 大家畢業在香港 都是想著 可能是做一些跟金融有關 或者跟樓有關的事情 所以我為什麼教這個節目 其實有好些事情做 才比較有一點前途 但是陸陸續續 你看到很多 就算是做金融 做得很成功的banker 可能一出來就做investment bank 他們都轉出來做start up 其實現在慢慢慢慢看到 越來越多人 其實都偏向看好一些新 business 新 business model 勇於嘗試 更加看到別人 instead of可能一開始 選擇了那幾個mainstream的行業 因為這個也有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就是 那兩個行業 應該要多錢一點 如果以錢掛稅 就很容易選選 或者父母很想他們選選 然後就出現了一些start up 不同的工作的形式 或者不同的生意 也是過往的嘉賓的情況 其實他們有個dream 有他們的喜好 其實他們都想做一些事情 有些甚至乎覺得 其實賺到錢 但是不開心 所以他們會不 他們就覺得 我還有氣力 還是還是年輕 不如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這樣才是精彩的 相對 還有我覺得 有很多的 如果有些ideas做得好 或不排除新的生意 Facebook也是這樣 為高興而做出來 還有因為高興和年輕人 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創業和甲籃士 分分鐘就有一些 我們都未知的新的business 可能就有很多人 都知道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希望都是想這樣做 但是他們真的 最開心最開心 一定有熬過那段時間 而如果真的 自己一個普通 virtual office 或者在家裡偶 都很無助 如果可以在一個公共的地方 又可以有家長的認識 有很多資源的話 始終都會令到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多元化一點 還有我覺得會平衡一點 年輕人會學會的 不是真的錢 他會多了很多個人體化 甚至乎有一些很小的人 即很小的market 都有人會照顧到 就不會只是 都要買惡果液等等的事情 其實 過往裡面 你們都有一些 你又說得的 又真的多不錯 雖然很特別的形式 特別的生意模式 什麼都好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 你實際的client 有這些好事 其實我很想知道 其實如果說 其實可以說 我們做insurance app的那個 其實我最近自己也下載了 因為 其實他自己賣的東西 就是 他想可以把很多不同 你現在有的insurance policy 全部放在一起 然後可以告訴你 你哪件事有和哪件事沒有 其實他為什麼會開始這件事 就是 其實幾年前 他父親已經離開了 他又要供給他 有很多insurance policy 但其實每一個地方 全部可以讓他一次看完 即他太多 paperwork了 還要是在不同公司 不同公司的insurance plan 他現在有這個app 可以告訴你 你從不同公司的insurance plan 裡面有些什麼 其實有些什麼 你可以combine 你現在沒記錯 有分計的 有的 那份plan有多漂亮 有分數 是真的行不行 所以我應該大概知道 你那些apps 而且他同時有很多 他跟很多advisor partner 他有一些lifetime chat 可以讓他們去說 問他們問題也好 或者讓他們 consult也好 他們這班startup的人 都不是年輕人 這段時間 但我想是因為有心 其實他們也有心 想解決一個問題 這個痛點 其實在香港聽到最多 保險騙人 賠不到錢 那些東西又blahblahblah 其實保險這件事 並不是騙人的 不過是在銷售上 可能手法等等的事情 其實最後影響到的 就是真的需要claim錢的人 我想是基於一個這麼簡單 和這麼純粹的想法 就做了一個apps 當然現在還應該是 繼續努力當中 但他的本意是好的 還有說真的 這件事 馬上找到錢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startup 就是這個情況 不知道 但這個痛點 其實真的可以很幫助 不同類型的人 還有我想這樣說 也很需要不同的宣傳 有不同的地方 讓其他人知道之後 多些人下載 甚至乎最理想的 就是衝出香港 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做到 但這個概念 正正就是一個很小的ideas 如果大家都有一個ideas 可能以前就是 哪有忙的 選公司 找個office blahblahblah 這個數字都幾難計 以我所知 但現在不是 不如這樣說 其實如果有一個ideas 我現在是年輕人 我真的想startup 最便宜的 多少錢 就有間公司 或者你可以幫助他 這個最基本的入門 其實如果是 如果是 其實有些人是 day pass 即是他來 原來可能是 給100元 那他就已經可以 開始 用完我們的服務 100元 100元是日常的 日常的 即是挺吸引 如果是 一個月的 hot desk 即是沒有一個fixed office 大概是 2000多元 更便宜 三千多元 即是 現在你真的租一個廁所 也不行 還可以 還有這麼多服務 是可以的 我們同時 我們是一些 flexible plans 我們都是想 做mass market 令到很多人想創業 都有這個能力 當然 雖然價錢便宜 但首先 你真的要做好自己的事 要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開始做了 我現在有地方 只有兩三千元 開始就想 我好像有一個idea 我要找人寫 business plan 其實會不會就是 我來到了 我有這個疑問 我想寫 plan 我不懂 是否都可以幫忙 可以 因為其中一個客人 都是客人 基本上都是找一個幫忙 他有生意 他有幫助人 一些 business plans 我們會盡量 我們會盡量 match up 跟不同的 tenant 和start up 看看大家如何幫助大家 他們都很樂意幫助大家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很like minded 大家都是想扶持 大家去做好自己的 business 因為Line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之前 有些朋友 他只是專注厲害 這件事 就是寫 proposal 就是專門幫人 寫不同的 proposal 但因為這個 這麼小的專長度 慢慢又變成他的 一個part time 當然是一件事 甚至當然 是長期間 有些朋友想自己有生意 他可以變成一個生意 只不過他覺得 他也是打工的人 所以他就沒有跳出來 但這是很小的ideas 變成每一個朋友 如果你有些很小的ideas 你能夠服用某些人 正正可以想一想 會不會變成你的生意部分 當然剛才說了一些很實質的事情 例如 proposal 很正常 例如交稅 或者一些法律顧問的事情 或者會計的事情 我相信基本你一定會有 去到這樣上去 有些朋友可能 這個年輕人最流行的 就是參加比賽 必錢 我要找一些贊助也好 要找一些基金也好 那些是另一個skill 其實會不會你們都有一些 這樣的support 就是你的development差不多 有些consultants 或者可能是mentor 等等可以令他們走得遠一點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沒有做這件事 但我們就跟了一些VC合作 Going forward 看看怎樣可以有一些pitch night 或者一些比賽 令到他們如果贏了比賽 就可能拿了一個funding 以及有更多的network 但我們本身有考慮過 但在這個時段 最重要是你 慢慢來 因為真的 很多時候有一些屬於很初創 或者是本身他們 我都遇過一些創業者 他們是沒有大志 我不想打工 我只是做好自己的事 心就救我去 例如畫畫 我有感覺很良好 我畫到我的東西就很開心 但有些人真的會比較野心 就是覺得我這件事是很可行的 我可以再去得遠一點 我們就按下去 就會想 我哪裡找到這些funding 或者我怎樣給別人賞識 甚至哪裡找到一些天使基金 有些都會有 所以我想有些概念 即使不應該是你的package 但可能因為借助你們的network 你可以叫到不同的人 可能是share talk 或者很簡單介紹 問你們最多應該是這些 或者你公司network 可以幫助這些人 我想某程度上 對於一群年輕人 或者初創的朋友 他們要搞到自己的專業 已經很麻煩 最重要是找到一群人 可以給更多advice 可能真的可以爭很遠 我很想問另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說過 大家suppose 坐在一起 當然有共同的價值觀 以及共同的平時做事的手法 你觀察你的client 通常他們有什麼特質 比較多 星期六天都會上班 星期六天都會上班 雖然沒有假期 他們是很勤力的 即是半夜都會 半夜一定會 但你也會24小時開播 24小時 真的會 有時候你很想做一件事 你就會不眠不休 打地鋪 那些都一定是很正常的事 基本上是 而且他們很樂於 去聽別人的意見 當然他們有一些位是很堅持的 即是他們覺得那件事很棒 否則他們不會堅持自己的事 對不對 但是同時 如果你跟他們說 有這個人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會刻意去參加一些活動 去很多不同的活動 聽不同的意見 然後再去進行自己的行業模式 嗯嗯嗯 這個起碼都不會是屬於 這樣說 我想收藏的人也好 他們是溝通上有問題 那個mic也不可以是這個 但會不會 譬如說另外一類型 就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很多時候你搞好一些活動 都是可以促使到他們 會有很多的交流 甚至乎他們是很願意 很喜歡去參加這類型的活動 會的會的 即是我們很多Client 即是我們搞 即是說真的 我們自己搞的活動 相比到其他 Kingspace 未必是最多的一個 但我們通常搞的活動 當作是 社交媒體 很多人都會去參加 然後問一下 聽完導師說 之後交流的時候 都會問一下其他人 其實你在用什麼方法 用最低的資金 去換取更好的銷售 即他們會自己去 喝杯咖啡 坐在那邊 跟自己去談 這些都很想看到 我想在我過往裏面 不同類型的 不同的初創的朋友 當然大家 不外乎最好就是 我們的生意 賣到錢 品牌做得好 甚至離開這一個 即是說香港很多人認識 每一個dream 都是這樣的 很實在的 有一部分當然成功 但你看到裡面 有哪些朋友 或者有什麼特質 會令他們 可能最終還是不可以 而會跟公司接著 等等的事情 可能就是 過分地 過分地 有時可能 business model 可能真的銷售了很多次 亦都沒有人接納 但是 比較一個 我自己的感覺上 覺得 一個固執地 覺得這件事 一定有可能 即是盲目的 已經去到 盲目的 租了一下 然後就沒有租到我們 但多不多呢 我當是一個很小的statistic 在你那個公司裏面 其實多不多 我們自己的流失率 是比較少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可能 我們現在 在香港 那些客戶 都是 可能一開始 已經有少許 sales 至少給我做 即不是零 不是太零 不是完全是 夢境 的 OK 大部分 都有少許 但是 但是只不過 可能 有時候 他們覺得 可能在另一個位置 因為可能 近他們的 business partner 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才會離開 但是 in terms of sales 他們 即是 留在那裡 也有些 minimum sales 可以維持到他們的 business 嗯嗯 因為我很實在 其實為什麼我會 簡單地問一問 正常 流失當然正常 但是 咦 做不成而離開 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問 就是因為 說真的 以前很多時候 做生意的 當然沒有那麼多幫忙 沒有一些資金 沒有那麼上下的知識 即是 network 其實你不敢出來做生意 但是回到來說 反而 反而這時候 就有很多人幫忙 除了有這些 好的 working space 這些地方之外 政府有分定 然後有不同的地方 有 mental 有很多一些 不同的計劃 令到年輕人覺得 做生意很簡單 他就抽了出來 然後就做了不同的人生意 當然 事半夜都有 那 明聽到也很避免 我還是遇到一些 年輕人 先做著 但同一時間 抱著一份 part time 即是要先頂住 看看能不能夠 所以有時候 反而來說 輕易 是否一件好事 即是這幾年 你要看到的情況 假設多人會做這件事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我覺得 反而多了人去創業 但成功的例子 好像說 很多人創業 一開始想 我要做一個 billion dollar app 其實你慢慢看到 正常是這樣想的 慢慢看到 就是mobile app 其實開始 這個 trend開始淡化 又少了別人說這件事 但說真的 真正做到 billion app 做到一個 unicorn 其實是 less than 可能是1% 但夢想是有的 但成功的例子 即是很成功的 真的不多 但大家默默奸運 其實都很多 在我們那裡 我想這樣說 你成功的定義會是怎樣 很成功 明顯是很多錢 有些成功 可能剛才說 有些很有趣的 他自己處理到 薪金 或者讓人上班更好 其實他已經很滿足 有機會 這一類會不會多 如果繼續在 如果繼續在 我拿你那裡的 statistics 繼續在我們那裡租到 都相對來說 是一個 self sustainable business 但可能有時候 有一些 dark spot 就是根本沒什麼 sales 我們都會嘗試想想辦法 看看幫不幫到他 介紹一些人給他認識 大家一起研究 拿一件事 好像大家同一間公司 對呀 你說得好像你有份 對呀 很多間公司 對呀 問題是 他們賺多少錢 你又知道 或者他有遇到困難 他主要告訴你 你先檢查他本帳 他賺多少錢 不知道 但有時候 我知道他們賣的產品 是什麼 他也會問一下 其實你們公司 會不會有興趣 用你的service 而自己去猜測一下 可能不是很準 都不要緊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你都看到你們的租客 起碼都有多一點的資訊 當然香港其實 除了你們之外 都有不同的公司去做 甚至乎有些特別專注 例如GoodLab 很明顯是特別專注的NGO 等等的事情 可能香港人 始終都不算太多 在外地的事情 有些很集中 去到那類的 可能只是創業 創某一類的生意 都容易 至於香港 這個也是 新的 這些十年新的事情 都是一個基本概念 還有真的 我想到最後 都希望 說到年輕人 都可以試一下 你會是青春 成本這麼低 是否二三千元 真的 這部份真的可以考慮 但 例如說 你們都會發展 其實你會看到 香港為何還值得發展 一定有些原因 是年輕人很OK 生意很OK 還是什麼 我們自己覺得 因為其實這些工作室 其實不只是 初創企業 其實那些 SME的公司 比較中小規模的公司 都會有興趣 做我們 畢竟因為 有充滿計劃 以及所有事情 都已經設定好了 你不需要去煩 電線 printing 整個renovation 的process 你只是 可能給一個月租 然後所有事情 都已經設定好了 對於這些 中小規來說 都會有吸引力 某程度上 當然 因為你也是生人 你也是另一個生意 我講了初創的部分 你也是看到 其實香港 SME都比較多 相對地 而且他們都需要找地方 剛才你說了 至少請少一個reception 母妹 請少一個清智姐姐 都是錢 會不會就是 例如之前 有些新生意 例如洗碗 不想都沒想過 洗碗變成 Business 變成中央處 你會不會有期望 其實為何今天這麼貴 如果可以 將一些中小規 集合在一起 相對地 不覺得不覺得 都挺不錯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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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答老闆說 是嗎 是 都會的 我們都希望 所有事情 其實我們有想過 全部reception的電話 可能是一個地方 全部都聽完 對於相對來說 我們的成本 都 都 都 在同時 人家也會 跟以前沒有分別 但其實轉了 style 可能對我們的 course 也會更好 因為畢竟我們自己也要做 是 其實你也要賺錢 可能全都幫了 這麼初創的年青人 我猜你們的生意模式 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些年青人 說真的 一開始已經出來自己搞生意 沒有打過工 誰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我都可以說少數 其實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知道 那時候要有reception 姐姐嗎 勞工假 有這麼多天 是可以不知道的 如果一出來的時候 跳了 那個step 是沒有做事的step 跳出來自己搞生意 有很多事 撞板撞到不得了 變成 真的會可能需要很多的支持 當然 去到差不多 當你營運到 差不多 size 已經可以正正常常 我都很發現 現在的生意模式 跟以前都很不同 就是好像 咦? 你不是一個好一點的門面嗎 老人家都這樣說 咦?你公司 咦? virtual office 來的嗎? 咦?這樣都可以做生意嗎? 現在說真的 你不交租 其實你可以令到你的公司 可以保持久一點 基本上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想法 變成 如果年青人 你真的想著 真的搞生意的話 可以真的考慮一下 在這種地方 因為如果你吵在我家裡 對著電腦 因為我知道以前 也有很多是自己 兩三個朋友 在家裡自己搞的 有很多網站APP 當然是幾年前 已經出了名 那些 都還活動的 但現在 是不是又活動 或者資源上 是不是可以更好 是不是可以伸出頭 去找找這些 因為早幾年沒有那麼多 現在真的多了很多 而且這麼便宜 又是不是可以想一下 這部分的事情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我還有兩個想問 譬如說 聽了一些做生意上的 基本的事情 剛才說過 會計 那些已經是電子的年代 那會不會在你們的工作空間 都有很大的支持 是可以幫到他們在網路上 會令到他們的生意更加理想 我們大部分時候 就是我們當自己是一個平台 我們有同一個 譬如說 當是網站 很多初創企業 都需要找人寫網站 大部分可能 甚至是自己寫的 其實我們就跟香港 一些網站建築者 大概是99元一個月 99元一個月 就可以寫到一個網站出來 當然不是很多設計 很花、很厲害的 但是有POS系統 可以調查到自己的銀行 可以跟社交媒體 可以聯繫到社交媒體 這一種的 partnership 對於 剛才說的項目 即是技術的事情 都能提供給我們 99元很害怕 99元一個月 這個價錢 令到他們 咦? 真的很便宜 因為閒閒的網站 也算是幾萬元 有很多不同的套餐 當然我沒想到 你會很漂亮 但這個入門的價錢 至少都基本 因為有些人可能 我只是認識某類的東西 但你IT 怎樣 除了會開Facebook的項目 就零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 他們想著 可能穿一些 護膚品 那些 網站怎樣做 不知道 只會開Facebook的項目 那些事情很難幫到你的 我想他們也沒有想過 原來都有一些這樣的 就是partner 某程度上 他只是租你的地方 他只是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有一個 客戶 他是負責幫人 購買一些軟體 給一些公司 去做一些訓練 那個客戶 我們那個客戶很聰明 即是他在Cambridge畢業 他曾經 很漂亮 他曾經去非洲做一些社交財務 即是幫助到地區的發展 但同時可能都是for profit 那做完三年了 他就回來香港 就搞這個startup 那他近來就跟我說 其實我說真的 我的網站真是一般 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去研究IT方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如你用我們這個 很簡單 一個人的 他將會開始 expand 然後接下來下個月就會有兩個人 再加一個月 一、二、四 慢慢慢慢開始 expand 對 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一個人的生意 做網站都是靠你的 所以你想想 你就要搞自己的 可能做訓練 你自己要教 然後又要考慮 又要搞網站 又要搞這些 基本上 很瘋癲 就是20個小時是不夠用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真的explication 上面很大遇到的東西 就是 原來我的網站可以搞定 貴一點也好 變成他需要的 可能是多些時間去聘用 或者聊多些東西 這個是很容得著的東西 而且不要想著 真的很簡單 你沒有美感的人 看著真的很想死 因為我真的有些朋友跟我說 我看網站怎麼辦 或者可能簡單 一個標誌 怎麼弄啊 這個標誌 然後自己畫成一堆東西 又不知道在哪裡找 他又可能未必 提供到很貴的設計師的錢 那怎麼辦 那罐頭又不是那些 如果你是初創的朋友 你應該這樣經歷過了痛苦的情況 是很小的問題 但搞不定就搞不定 如果不坐在那裡 就呆了 他們就可以請幫助 即是問你 怎樣啊 那個標誌不知道怎樣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這樣 敲他們的門 你就會有反應 其實現在說Logo 我們有些公司都是 我們介紹網上的平台 其實是5元而已 他可以幫你設計 那當然未必你心裏面最理想 但你就算是 就是back and forth 可能都是說 less than 50元美金 倒轉轉 就是專業都很便宜 所以說 譬如在美國 其實美國的adult 有可能50%都是做過waiter 這份工作 但是現在說中國、日本 其實現在可以是一些機械人 甚至是一些機器 所以現在這個modern society 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令到很多事都快了 很多工作都會被淘汰 這個是有好有不好 有時候都跟學生說 我們老人家不太覺得 你們就慘了 因為很多事情 因為當你剛才聽說 5元一個Logo 你那樣設計的價值 其實相對地沒有以前那麼高 但如果你因為有技術 一單對單 我跟全球一人5元就差很遠 整件事 這個要想 你怎樣可以 你自己的生意之餘 現在我似乎 都要加多一點 關於技術 或者AI 令到你這件事 可以長遠地持續發展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被取低 外國有太多工種 雖然我覺得香港沒有那麼快 香港的東西好像慢慢的 都已經沒有外國那麼快 但遲早都會 譬如我見過外國 連買車的Sales都不用 有一個公司 它做一個很大的Machine 放在車裡面 就像我們平時 選擇的扭球 選中按 車子就會轉轉轉 可以開走 是的 車Sales都已經不需要 它是一個計劃 真的好像麥當勞 這個車款OK 因為它整個是玻璃 一個很大的地方 接著就轉轉轉轉 車來給你買走 連Sales都不用 你想一下你本身的Skills 會是什麼 但當然你可以想到這個Machine 就是年輕人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想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就變成一個商業 變成你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可能現在還在想 我剛出來畢業 就做個Sales 那些東西 原來你的Sales都沒有了 但你可以想一下 我可以怎樣做一些東西出來 幫到別人處理Sales 那樣東西 那你就可以 有自己的生意之餘 也可以長遠來講 發展得很好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值得去想 以及在一個現在這個社會上 這班初創的朋友 可能都會面臨的事情 跟我們 我老人家 你背後有些不同 但是真的 去到現在 這段時間 接下來你們的公司的發展 是這樣的 有什麼特別的建議 比如給一些 想著 我也是會 想有自己的生意人 給一些建議 一些年輕人 在你所認知 或者你見到 你那些客戶當中 歸納的一些資訊 我自己 當然我未必是一個 最適合給你 那些人 但是 我覺得 你要 想得很清楚 很多人就說 想創業 然後就 寫了一個建議 然後就說 周圍跟你說 這個就是我的行業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會開始這個行業 也很重要 是 是不是解決到 你自己的一個問題 或者 對你而言 這件事 意義很重大 你才會有 真正的堅持 但是 有很多人 我想 香港的VC 也可能見過很多 他們每天都見過很多 不同的開設 根本 可能有一百間 其實有99間 都完全是 直接去說 寫了一個 事業模特兒 計算了 應該可以的 但是 銷售都沒有 公司都沒有 現在正在登記 在你裏 所以 希望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可能對自己 有少少 就是 開始了少少東西 給人看 可能在公司 找到第一個 銷售 或者 跟其他人 有少少的人 去給一些 推薦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才可以 確實自己的 行業 才去創業 我這樣猜 聽你 會不會 遇到一些 就是太有理想 想得太美好 然後 就 撞了出來 去做這件事 會的 會的 其實 有很多 可能是在家裡 想創業 不想做事 應該不是在家裡 就覺得 這麼辛苦 不要做事 給你錢 因為我真的聽過 學生幫我聽 是不是這一隻 都會有 但他們 喜歡坐在這裏 可能其他人可以 但是他可能 只不過坐在這裏 可能在想 他想做些什麼 有遇過的 有遇過這些 但還有沒有在這裏 都少 少留在這裏 少留在這裏 因為 我想 都是那句 經常都說的 你有想法 很厲害的 但如果你的行業 是有問題 是有些挑戰 而且 都要很辛苦 我想 剛才你說的很重要 星期六天都要上班 其實比打工 更慘 我想告訴大家 自己公司 其實你以為 你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上班時間 但實際上 其實有機會 比上班 你只可能睡晚了 但你很晚 都沒得走 你有心理準備 二來就是 有沒有人 督促你的情況之下 你反而要好 別人給你一塊錢 或是家裡給你一塊錢 你究竟想擺放 還是認真去做 有可能 你才要想清楚 還有過程當中 如果你真的經驗不太多 而忽然之間 有些年輕人 很辛苦 才能賺到錢 他們會很小心 他們每做一步的事情 但已經有夠錢 放在那些 又可能 很不覺 又死光 又是兩件事 所以你要想清楚 究竟 你的門生事 是做出來為高興 還是真的想處理一件事 甚至有些是你想再大一點 你真的找到市場上一個痛點 你可能很獨立地做好它 甚至乎你很有 passion 剛才說保險的apps 它是很有感受 它就會用盡辦法 嘗試去克服到困難 然後做一件事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創業模式 不過我猜 應該大部份 正正常上可以存活到 都應該對那件事是很有心 無論是對那個ideas 或者是對門生爺爺爺 你有沒有工作 有夠錢就做生意 這些可能會難搞一點 我估計 因為不知玩多久 而且一定會遇到很困難 其實反而是更辛苦的打工 你說得對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開始的時候 你很複雜 明天去玩一下 反正你是老闆 其實如果你真的在衣服 就完全不是這回事 還有我估計 如果你公司沒有三四個人 你都不應該做死你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兼顧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自己都是一個開始 對 各類都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有這麼厲害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要兼顧 就是無論是市場 我們怎樣可以接觸到我們的客人 是 市場 市場 甚至乎可能是我們要組成一個 金融模式 怎樣可以 預知我們的金融 怎樣 其實能否支撐到我們這個行業 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實都要去想 其實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是一個開始 好像一個海綿 大家吸收大家的東西 我會不會這樣說 我普遍見到很多做初創的人 例如我見到你也好 都很有趣 有一份 那種 passion 的感覺 因為覺得很好玩 雖然很辛苦 可能熬一個星期見過很多 不知要比賽的人 瘋了 但這個人仍然很興奮 亢奮狀態 突然行屍走肉 但都很開心 是不是就是說 一群人差不多都這麼 open mic 這麼熱誠 你經常做一些事情 當然有時候可能成功失敗也好 就比以前做生意 只能夠說做到做不到 然後沒有朋友跟你一起 祝福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 當我自己在公司的時候 我會坐在hot desk的位置 很多不同其他人在工作 以前當然是坐在cube那裡 有時候偷懶的時候 可能老闆在那裡 或者不在那裡 可能有一點變化 但是如果你有hot desk 你會感受到 當你全個hot desk的人都很勤力 即是 就算可能after下班 那些人可以離開 即是7點多 那他們全台的人 反而是還聚精會神 戴著頭部 不停喝咖啡 然後在工作的時候 也會勤力到你 你也應該勤力一點 如果別人行不行 或者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其實他很影響到你 即使不說話也會坐在旁邊 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當你一班人互相影響 以及大家為了不同的目標去努力 雖然不同公司 那是正確的 但很多時候上班 公司裡面 很奇怪的 就是辦公室政治 停頓是自保 不搞自己 那個狀態 聽了很多打工的朋友 他們分享的是那種很隱瞞和負責 希望總之就是我不要被人解僱 原因可能是供一層樓 又不能離開 在那裡就是很折磨 那個概念很折磨 你很難得找到一班 大家一起嘔吐一些東西出來 或者做一些東西出來 就算你不是說生意 在那個狀態和生活中已經差很遠 絕對是 至少沒有了公司政策的事情 這件事也挺費神 我想如果有的話 因為你不跟公司 而且你真的說得很困難的 如果不是 放在一起的班 他們本身都有某些才能 或者某些 passion 放在一起的感覺 好像大家都很有熱誠 雖然大家都很忙 做到想死 或者其中一個人 如果做得好 你就會慶祝 因為在公司裡面 其中一個人做得好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工作 整件事可能很不同 其實都有不同類型的生態 只不過是說真的 如果是對於創業者來說 很多時候你沒有那份 passion 或者衝勁的話 都很難捱 其實我想好像做健身 有時候當你跑步 你自己跑 你可能跑到累了 但如果你跟另一個人跑 或者有一個訓練 跟你一起跑的時候 你見到他還在跑 但你真的很累 但一早就說到大家在那裡 你看到他跑的時候 你也會繼續衝過去 挺好 還有可以這樣說 雖然有人想打電腦 其實這一代比以前少溝通 但透過你們的working space 這個地方 反而就會去到很多交流的部分 以前的房客 跟房間出來吃飯 那些情況 又回到這樣的東西 人與人之間 無論如何都需要溝通 這個變化有多有趣 而且打破了一些人的擔心 都擔心現在小朋友 是溝通不了的 低頭重 即是Whatsapp 旁邊的房間都說吃飯 那些都是Whatsapp 在你們那裡 反而是否回到人最基本的本質 都是 但我想 一時一時 我想大部份人 都可能比較害羞 一開始的時候 但我們大部份都是用玻璃為主的牆 所以透明度很高 至少大家可能 在餐廳的時候 經過喝咖啡的時候 聊聊天 問一下日常生活 未必一定是工作的 但是 從這件事情 就慢慢變成朋友 可能晚上吃飯的時候 不如去賣你飯 這樣就變成朋友 因為人的關係 其實是來自這裡 說得誇張一點 譬如簡單 你們住的地方 以前我媽媽的年代 是開門 大家先幫我照顧兒子 或者先喝湯 關係很好 但現在很多時候 旁邊住誰都不知道 大家的冷漠程度很高 但現在在一些新的工作地方 又回到那個情況 吃飯了嗎 還沒解決 我幫你買 因為熟了之後 始終因為你是透明 你無論如何都會看到 雖然不可以說 是很有策略去做 不是特別有心 但是可能大家 少許上面 不是真實有真正的利益 但是你不知道 擺著擺著擺著 就有機會 可能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就困了一些東西 人是需要這樣的 我想也因為 你們的工作模式 這個地方 令大家不會那麼冷漠 回到更多溝通 因為現在除了工作地方之外 我也知道 住的地方 都開始有這樣的 放在一起住的形式 我相信人的本性 是不會變的 人是群體的動物 是需要多些交往 多些溝通 才會把新的東西拿出來 自己躲起來很窄 搞不定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各位 如果你想創業 又或者 不想轉換一些 新的工作模式 都可以考慮一下 創業的時間裏 找不同的工作空間 除了一間之外 找到你們對的 就已經可以了 謝謝Bobby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下集再見